大家好,我现在呢在去探湖桥的路上 然后我刚刚得知了一个惊天消息 就是切尔西队内有四个人确诊了新冠阳性 可能分别是Cherwell, Lukaku,还有奥多伊,还有Timo Werner sorry 但是我今天特地买了第一排的票去看Timo 他竟然阳性了,我不能接受 退钱好不好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是比赛前一个小时的斯坦福桥 人流量比平时的比赛日少了很多 我今天带了这个男人的球衣来 可是他不在场上 他竟然甚至连进都进不来 我好难过 好,我现在已经进到球场里来了 今天我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好 第一排 给大家看一下 球员就在我身后热身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哎,我和他们的距离就这么近 我还是挺开心的 哇 其他座 哇 我证明啊,切尔西球迷战的全员男妈妈 我旁边那个大哥就一直在喊全员的名字 然后他一直在喊梅森盲特,梅森盲特 感觉他对梅森盲特的爱要溢出整个球场了 吃点了 冰 ¿ 而且它交换 prone 的是没job 你本比辱Why 我是没有失敗的 我没了 对 很快 很快 相信 师交换 师交换 提供 没事 哇,蒙克是天使男孩吧 刚刚就是当他的手发名单出来的时候 全场欢呼 然后他就抱一大笑 好开心哦 你们能感受到吗 就是无论生活里有多么糟心事 我只要一来球场 我的心情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真的不希望空场 大家都很可爱对不对 为了防止杠精说 我给芒特和詹姆斯欢呼的声音过大 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的游戏阵容里有他们 我希望他们为我加分 给大家看一下凯芝道正在指导门底 如何训练防守球 比 requ coffin都还得人 珊耸 比较赌人 比较赌人 Tru kla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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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还是去买了上一次吃过 就念念不忘的牛肉派 人群聚集 无人戴口罩 可怕 但是下半场由于太嗨了 我把那个派不小心打翻在地了 所以我只吃了大概四分之一就没了 不过也比就是为了吃东西 错过进球好吧 下半场当皮克福德每次罚球的时候 这边的观众就开始调戏 他一罚球我们就发出呃呃呃的声音 让他迫使他做出失误 开心 开个玩笑说 如果吕迪斯起有新冠的话 可能这个距离我已经被他查了 妈呀 刚刚刚鼓鼓冲着我 这边就来了 我觉得他快要抱住我了 第61分钟 切尔西前场任一球 李斯珊尔米斯将球 开向进去后 吕迪哥后点 调整根本没有顶阵 哎 球就向我这边滚过来了 气死 做出了换人调整 齐克下了 然后那个阿龙索下了 上了萨夫尔和那个巴克利 第70分钟 切尔西后场段 在这本机 巴克利将球衡穿在这样子 后终就在右边插上 我们特忙着今天的小小路 光满得手 终于打破交织了 萌宝尽球了 1比0 终于攻破了皮克福特 把手的大门 爽爽爽 但是第74分钟 埃夫顿就半停了比分 那车我没有录到 因为确实离得也比较远位 没有看清楚 埃夫顿半停比分之后 斯坦夫球陷入了沉默 大家的脸色神情都非常的难看 埃夫顿半停了比分 不知道切尔西的防线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坐在第一排 这个视角确实有点看不清楚 就是防守上的问题吧 还有10分钟 比赛进行到80分钟 现在还是比赛进行到80分钟 现在还是1比1 这真的是最后一击了 最后一击了 看切尔西能不能绑过去吧 没了 满场的虚身啊 就从底在这里 其实我知道赛后大家肯定都是对萨沃尔有意见 确实萨沃尔这一天表现真的非常的不好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是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他只要一拿球 包括他那个离谱的这射门 周边的球迷都在骂他 甚至对他比中指 我觉得他真的是已经有点就是信心不足了 至于其他球员 包括巴克利也是 他只要一拿球 旁边都在就是骂他 虚他 就是生怕他出错 但是他这样也很容易出错 大家都垂头丧气的 又一次走出斯坦福桥 因为现在赛尔西其实已经落后防守某支球队挺多分的 今天又丢了 应该来说可以拿到的两分 大家好 我刚从斯坦福桥牢房出来 肯定熬夜看了切尔西打赛尔布顿这场比赛的切尔西球迷肯定 可能心情也不会太好吧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这场比赛切尔西踢的并不好 有些球员发挥的也并不好 但是比起场上的表现来说 其实我的内心是更加忐忑的 其实在比赛开始前我就一直非常担心 今天晚上比赛会不会延期和取消 但是索性这场比赛就是继续进行了 然而我也不知道未来的英超或者说 这个疫情状况究竟会如何发展 你们知道吗 今天英国一天日增8万 今天还陆续听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 范迪克法比尼奥琼斯也清惯了 清惯疫情的发展也许会空场 也许会面临着英超又一次平摆 我不知道 我真的很不知道 我希望就是 怎么说呢 我还是希望之后我继续有机会享受足球带给我的快乐